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继续给您分享AWS的课程 今天是第15期 不过在给您分享课程之前 首先我还是先感谢一下 能够开通我YouTube频道会员的朋友们 您的支持是小马一直做下去的动力 真的是非常的感谢 好 那咱们开始今天的主题吧 什么内容 大家请看我的标题 千呼万唤使出来 建立一个EC2的实力 开启我们的云端服务器之旅 终于可以建立咱们自己的服务器了 前几期到上期为止 咱们做了N多的铺垫 终于到这期为止 咱们可以安全的放心的 建立咱们自己的EC2的服务器 该怎么做 咱们马上开始 好 首先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就一个咱们建立一个公网可访问的 EC2服务器的实力该怎么做 首先什么叫公网可访问的 咱们再回到那张简单的网络拓谱图 咱们一起来看一下 大家请看 还记不记得这张图 当时我给您看这张图的时候 右边可还是有一个数据库呢 对吧 右边的数据库属于私有网络 咱们今后再说 今天呢 咱们在公开网络中 建这么一个EC2的web服务器 今后呢 我要在这台服务器上部署web应用 大家看我这个图和前几期有一个不同的地方 哪不同 大家看 看我的鼠标 看这地方 我给这个服务器规定了一个IP地址 是这样啊 您在建自己的服务器之前 不能说马上就建 使用动态IP 那样是不是非常好的习惯 您在建服务器之前 一定要有一个谨慎完善的IP地址的规划 比如说从10段到50段 他们是干什么用的IP 只干什么用 比如说从51段到80段是什么IP 要把它规划好 像我现在做的这台web服务器 我把它规划在10段里面的10这个IP 今后呢 可能咱们还要再做更多的IP 那么我可能把它建成11 12 13等等 那样的话呢 做负载均衡 让大家注意看我这个地方 我的紫网丫码给的是32 说明什么 说明这是一个固定的IP地址 对吧 好 拓扑结构 咱们明白之后 咱们呢 就能够在咱们公网里面去建这台服务器 怎么做 咱们看我的课件哦 好 回到我课件 咱们看一下实战演习的部分呢 首先咱们要建一个EC2服务器之前 咱们应该有一个简单的设计 比如说咱们用哪个操作系统 当然了 咱们使用是Amazon AWS的服务 对不对 那么咱们首先 首先我跟大家这么说 Ubuntu我用了十来年了 Ubuntu啊 从Ubuntu8我就开始用 上学时也用 然后工作时也用 然后给公司提案时也用 几乎都是用Ubuntu 但是我从接触到Amazon之后 我呢 两个一开始是同时用 我既用Amazon的Linux 同时也用Ubuntu 不过最近开始啊 我慢慢的放弃了Ubuntu 转向了Amazon 为什么 因为忙不过来了 为什么 因为是这样 如果您想活用Amazon服务的话 需要在Linux里面装很多的 Amazon的自己的工具 当然了 这些工具包可以装在Ubuntu上 但是呢 Amazon它都是自带的 所以说呢 非常的方便 那么您今后 如果给客户提案 或是您自己学习的时候 您在建EC2的服务器操作系统的时候 我首推您选择Amazon Linux 2 好不好 这个版本的Linux 它支持到2023年 2023年到的时候了 它可能就会出Amazon Linux 3 这都有可能啊 它是这个AMI的镜像 好 然后呢 因为我不想花钱 对吧 只是做客件嘛 结果花好多钱 这个其实我觉得我自个儿 承受不了嘛 毕竟我是一个人在做 那么怎么办 我呢 选用免费套餐 用这个家族 T2.micro 这个呢 您如果是新账号的话 会有12个月的免费使用期 每个月呢 750个小时 好不好 OK 然后大家请问 接下来就是这台VPC 我规划的基础数据 比如说 把这台VPC 装在哪个VPC里 把这个EC2 刚才说错了 把这个EC2的服务器 装在哪个VPC里 装在哪个 私有云上 对吧 咱们写 咱们前几期见了吗 深血AWS 私有云 同时 大家请看 建在哪个子网里面 前几期我也给您做了 咱们做了一个Web的子网 做了一个DB的子网 大家还记得吗 对不对 它们用的都是EA区 对吧 用的都是东城区 好 然后呢 它是不是要有一个公网IP 是这样 如果您的EC2这个服务器没有公网IP的话 咱们是不能够访问到它的 您维护也不能连接到它 您的客户也不能够用它 所以说这地方应该有一个自动分配公网IP的过程 但如果您是在生产环境这个地方就要值得商榷了 生产环境有几种公网IP的使用方式 其中一种是 您要给它一个ELASTIC IP 但是呢 我又不推荐用ELAX IP这种方式 为什么 有它的局限性 今后呢 我会给您讲到 今天呢 咱们使用这个自动分配公网IP 它有个最大的弱点是什么 您的这个操机系统 一旦初音启动 IP地址会发生变化 但是也无所谓 咱们可以用 好不好 OK 接下来 大家请看 内网IP是这个网址规划 我已经给您做好了 咱们一会儿见的时候呢 就用10.10 好不好 OK 然后呢 这台服务器要给它起个名字 这个标签 养成起标签的习惯 是非常好的习惯 小马是第一次赞成 咱们的名字呢 叫做 深学AWS-VIP1 今后呢 我可能还会见 VIP2 VIP3 VIP4 对吧 OK 然后是这样 大家请看 这个非常重要 这个只能做一次 是这样 如果您建了这台服务器之后 您要维护它 怎么维护 通过SSH命令的连接上去 那么以前 咱们在做其他里纳克的时候 都是怎么连接 通过路的用户 通过OS里面的用户 用Password的口令的方式 连接上去 Amazon是禁止的这种方式 它推荐的是密钥对连接方式 因为咱们是第一次建EC2 所以说呢 咱们系统中还不存在密钥对 那么一会儿呢 我会给您手工建一个 咱们新的密钥对 然后呢 把这个密钥对下载到本地 大家请看 我下面 把我这个 一会儿要给您写的胶本 都列出来了 咱们把密钥对下载到本地之后 咱们通过本地 SSH的命令 提供密钥对 然后再去连接到 咱们建立好的 这台EC2的主机 这样的话 咱们就算成功的完成了 网站的搭建 以及呢 咱们服务器的搭建 包括咱们的成功连接上去 那么今后的视频呢 就会变成 在服务器中 加装各种各样的软件啊 调试环境等等 具体的细节的操作 好不好 今天呢 咱们先去建这台EC2的服务器 OK 那么在操作视频中呢 我会具体的给您手动把这台服务器建出来 那么咱们操作视频再见吧 大家加油 谢谢大家